Emery Spice Pinna 前面的入门 這是Hotel Lobby Here is check-in 房間裡看到Emery這條路的交通拥堵 而這是往Georgita方向去 我們現在來到了檳城的Georgita 喬治城 世界文化遺產聯合國科教文定義的城市 看看這裡的交通 你們就知道 又多不容易了 前進看看這個 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榮陽老宅 超漂亮的馬來華人 看看誰曾經來過 Tars曾經到這兒來過 非常地地窮 非常著名的景點 1995年 1995年 2000年 它們售那些土屋 2000年 現在居の居場 Pitor Sun Pitor Sun 是個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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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個芬莊 是個天的院 2009年 在房間裡 全都有哈雅 上來 有不凸 全開墨 全開墨 然後這間居場很強 他們在居場 很高 在普通的時期,中國人相信是風水, 今天中國人仍然相信風水, 他們說,一旦走這樣, 其他錢都會破壞。 新郎、新娘、父母, 讓孩子見面的時候, 他們父母包辦婚姻的一種, 我們現在叫情人, 那個時候叫相見女, 相見女, 因為女的都不能握手, 都不能近距離接觸, 所以讓男孩和女孩坐在這樣, 面對面。 那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是日曆的, 他們穿了, 然後他們穿了, 他們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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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女孩穿了, 他們穿了, 他們穿了, 三個家庭, 打算了, 他們過年2000年, 開始了, 這些人家, 他們移民了, 他們移民到新的美觀, 然後到新的美觀, 然後到現在, 這次, 可以在二樓, 這個陽環, 當年是面對大漢。 今天把这块地做收了 明天到这儿开一个房 这屋建个二奶相 四奶相放远一点 他们俩老打架 中华民国 二十三年元月二十日 对,这是个婚姻的证据 你多少块钱有了吗? 所以应该是一九三八年 哇,真老 这个衣服是特别有马来风味 东南亚风味 包括这里印尼、新加坡、泰国 当地的华人和当地的男子 或者女子结婚以后生出的后代 他们后来发明出来的衣服 你现在去亚洲、南亚的航空公司的空姐 都穿着这个衣服 但是实际上是华人后衣 跟当地人结婚以后的特别的制作出来 他们研发的结合当地文化的衣服 像上海的旗袍 是中西文化的结合 这个是马来亚和中国文化的结合 这个是房子的主人 房子的父亲 母亲大人 这是这个官府的主人的大太太 在这个位置 她在福建从来没出过国 这是官府的当地史的娘若女子 作为她的在当地的太太 她一共娶了三位 这里只有第一位照相在 看看她那个房间有多美丽 穿过她的厅堂 她现在是在二楼 她的主卧房外面的休息房 她这个楼顶以前是个开口的天窗 凉风就从这儿进 所以保持特别温暖 以前这个位置是在天窗 客人几乎就在一楼 所以冲到了两侧 她有的时候是得能把她请到二楼的客人 那真是她的心腹 得特别贴心的 好友 自焦才有这个机会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娘若饭店 来品尝他们的经典的娘若美味 Hello How do you pronounce this name? 牛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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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牛娘 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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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好吃耶 这个鸡腿好好吃 好好吃 你吃的什么味道 我刚才吃的抹茶 就像芋头 你吃的芋头 很糯很糯 没有什么甜味 纯粹就是植物的清香 然后拿糯米 但它又不是那么糯 乔生博物馆出来 槟城也叫槟榔鱼 解放以前叫槟榔鱼 现在叫槟城 以前说下南洋 很多人就从 你说槟榔鱼 那就表示是混得比较好 最好的华人才来的这个区域 我们那乔生博物馆特别棒 早期发了横财的华人 通过锡矿锡的生意 建造的这个博物馆 然后我们吃的是娘惹饭 凭现在哥去哪玩去 我们现在在槟城的档堂了吧 我们现在是槟城的最市中心的 也是中国人 以前槟城几乎就全是中国人生活的地方 中国人特别多 因为这边是个渔港 也是一个商贸比较重镇 早期没有桥的时候 只能靠小山板小渔船进来 然后华人在这边呢 养鱼打鱼捕鱼 然后也在这做生意 也作为港口一个基地 给补给 后来呢 哪怕是在 马来西亚大陆上发了财 也跑到这盖自己的房子 所以形成了华人特有的特区 也是富裕华人住在这 第一个今天太日 这个印度区 就在华人区的旁边 这里的 都是印度人做生意的地方 印度人跟中国人一样 在世界上到处都能生存 只要有土壤 有人的地方 就能看到印度人的踪影 他们也是移民了几百年 几千年 看看这个印度教 就在前面 所以印度人和 华人 在马来西亚 是最多的两个民族 中国的庙会 祠堂 神社到处都是 我们现在还在中国街上 早期来这里 中国人基本上就两批 一个从广东 广东晚 一个从福建来 福建算比较晚期 来了之后 因为语言不通 还不分布在一个城市 还形成不了一个社区 后来慢慢做生意 各做各的 所以庙堂 寺庙 也是各建各的 不一样的 山上的老建筑 完全南洋风格 七楼市 都是两层 上层住家 一层做买卖 做生意 早期在 一八五几年的时候 这种建筑是 南洋最有特色 也是最富有的一种象征 龙筐小白楼 看见了吧 正前方 一八零五年的消防站 可以想象当时楼上就是观察哨 可以想象当时楼有多高 冰城最东北角的码头 我们看到这个cruise 刚刚进来 冰狼与华侨抗战 群职激功 遇难同胞 纪念碑 都是司机和牺牲修理工 他们自愿回国 三千多人回国 死在帝国他乡 很多人都没有输过 因为日本人轰炸 飞机跟卡车对抗 所以当年这些司机都是从马来下来 对 司机 所以是马来西亚的华裔 对 纯粹就是华侨 在移民出来一百年以后 四三年 抗战 四三年四四年 如果没有他们的话 我们的滇免公路 二十万乡民建天路 对 滇免公路 三千鸡公 几千 骗齐勋 对 这三千鸡公是全部是马来西亚的 哇哦 中魂不求 好气长存 这墙上有一幅高浮雕 讲的就是滇免公路 当时的真实情况 这输入工人 中国投入了二十多万人 手工 锄头 搞 铁铲 修了这条公路 修完了之后 美国人支援的卡车 却没人开 当地的华人 成家庚 号召这里的华人 机师 去中国 组成一个特殊的运输队 来开这些卡车 全是这里的华人 自愿的加入了中国的抗战 回到了中国 使得滇免高速公路 成了一条活的运输线 把美国人和世界上 其他国家援助中国的军用物资 送到内地 所谓的内地 也就是运到云南 日本人在中国 是占的空中绝对主权优势 所以这个飞机 就在高速公路轰炸 看看这个 滇免高山公路 整个就这样盘旋下来的这些公路 这个公路是根本就没有遮掩的 完全没有掩护的 只能就被日本人这么炸 所以大部分人都死亡了 三千多人 最后回来只有三百多人 Dodge the truck 1939年 我们现在去一个佛庙 在山顶上 叫极乐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冰榜宇的中部的一个位置 在冰榜宇的中部的一个位置 非常漂亮的寺庙 我们现在准备攀这个白塔寺 这个星期二就是三天以后 这举行点灯仪式 看看这装潢的彩灯 看看这满墙的佛像 海天佛地 慈禧皇太后 御喜印章 我们已经到了这个白塔寺 也是我们最欣赏的这个 御佛寺的顶端 世界文化遗产古城 他竟然找到了一个米其林 在这我们找到了一家米其林 娘惹餐厅 我们现在来这家餐厅 来吃饭 文化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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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nfield 1904年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房子 兰臨站的地方就是餐馆 兰臨门拉下来 我们咱们中午休息 6点钟这样开门 我们看来 我们去扔,我们怎么知道的 旅游局,旅游局或者是 还有好几间啊,在槟城 然后如果你要说是本地的味道的话 还有一件事叫 你下载这个APP就 这个是米其林的 就是你可以看,附近有什么米其林餐厅 他们推荐的 这个是可以在全世界都能用的 对对对 这是他们货米其林奖的 一个奖状 奇微独特,肉汁很嫩 非常好吃 这个炒饭 炒饭是 进嘴的时候 所有的香料 立马把我的整个口香蘸起来 全部口香 好好吃 这茄子好好吃 这茄子怎么做的 油炸的吗 好吃 关键它那个酱料 我们不会做 但是当地的这些香料没有 你看最常用的 什么鱼锅 看看他们都在聚会 都在party 哇哦 最幸福的是 local food court Jaspianas 看看这边 这边是 吃饭的地方 很漂亮吧 所以你今天晚上吃啥 我今天吃的是两蕊饭 两蕊饭 我跟平安的照片 跑到了平南 拍张照片 我们眼前这是平南的City Hall 市政府大楼 英国人在19世纪 18世纪期间 在这里盖的他们海关大楼 曾经是 在这里 因为国际航运 需求 在这里收税 现在变成平南 看前面这块牌子那说的是 英雄纪念碑 有一战有二战 有各期的战争 马来西亚的战争 马来西亚独立的时候的战争 都有 就在这个纪念碑 下面写的 1914到1918